来看一看两位演员的标签是什么 你这是个填空题啊这个 带着问题来 带着问题 这样咱让郭老师猜猜好吧 郭老师能猜出来他们是什么吗 肯定是一个绝活呗 那到底是什么 能给我们看 你得露一露吧 这样吧 我们现场给您表演一个古彩戏法 好 这古彩戏法都是在大罐里边藏着的 对 这个音乐响起 待会给您变出一大宝贝来 好 好不好 来来来 我先转过去啊 来来 我们这个魔术特别好 这细法 这是叫什么呢 面上没细法 底上藏不住 各位到底是什么呢 您带会儿仔细啊 预备 一二三 上演 这身材还行啊 谁没有 谁没有啊 那咱们还是来这个 咱赛赛 谁没有 谁没有 对 这个大罐里藏了一超人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晚上说像是白天装超人去 对 为什么健身建成这样了 原因就是因为以前身体不好 对 您别看我现在这样各位 两年四个月以前 我是一个189斤的大胖子 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我是社长 这操心各种事儿我这么热爱向上 我不能说因为身体的问题最后半途而废了 所以说我自己下定决心就开始健身 两年零四个月我做到了我自己这一辈子我都不敢想的这么一个点 刚你说你当社长还有好多操心的事儿都操什么心 太多了 就是困难吧算是 说像是一个困难 首先我们在杭州说像是 我们刚开始在杭州说像是那会儿 杭州的像是就是一片荒地 对以前杭州没有像是 没有说像是呢 更没有听像是呢 因为没有人买账 我们最惨的时候 有的社团说最惨的时候下边就做一个人 我们更惨 没有人 2013年倒数第二场 是 演出 下边一个人都没有 7点20演出 演员过来问我 凯文老师咱们还说吗今天 我就问他一句话 我说如果说有一天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像是了 你还喜欢吗 他说那我还喜欢 我说那咱就说 只当压活了呗 说像是不光取悦观众 传承艺术 也是取悦自己 对